三类的位置 这棒最后强拉打穿的内野防线 二类方向强劲的滚爹安打 王振顺果然啊 就像球兵讲状况不错 就看他手背上面能不能稳定一些 毕竟王卫成手腕上面的韧带上 是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做修养 有没有机会把用球数在这个打形 挪上双位数 这一次打在场内的 有没有机会形成安打 最后左半边后把形成了一支安打 黑超跑者现在继续地向前挺进 王振顺已经要回来得分了 张志豪在本季个人的第一支安打出炉 同时在今天 他个人在本季第一分以及第二分打点 也通通都握在手上了 一直在外角这个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张志豪的挥棒 这个诉求过来是做一个顺势的挥击 他其实已经对这个外角进了一点 蛮熟悉的 那整个专注度也放在那一边了 两出局之后还可以打下安打 而且带有打点 哈喽大家好我是君白 记得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twitch频道 以及帕坎兄弟你来说